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短时间预先通知后 可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查 以收集对方军队和活动的数据 根据这一协议 缔约各方迄今已进行了1500多次空中侦查行动 俄罗斯和美国每年分别对对方进行42次空中侦查 也就是说 双方可以到对方家里瞅瞅 出动什么飞机瞅 给对方瞅什么 也是显示自己的实力震慑对方 另外 百文不如一件 多串门愁愁 这也有助于增强护信 避免战争 应该说初衷还是好的 但到了特朗普时期 一切就变了 今年5月 蓬佩奥宣称 俄罗斯系统性违反这一协议 限制美国在一些敏感区域飞行 因此按照规定 美国提前6个月通知各方 美国要退群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奥布莱恩说的则更白 美国这么做 是通过退出过时的 且有利于我们敌手并损害我们国家安全的条约和协议 从而将美国置于优先地位 意思也很明确的 美国觉得都已经是卫星时代了 我们卫星最先进 还派什么侦察机 太有力俄罗斯 老子不干了 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退群 他上台后 美国几乎都是一言不合 甩手就走 管你是什么东西 美国退出了TPP 留下日本的一堆小伙伴 目瞪口呆 傻傻站着 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 让欧洲气得大骂特朗普 不顾子孙后代死活 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为赖赚5亿美元这种办法也真是绝恶 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最注重人权的国家 不想提人权了 美国退出了万国邮政联盟 理由是优惠邮递费 便宜了中国的淘宝卖家 美国还退出了伊朗核协定 一场血雨腥风正在中东酝酿 美国还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 管你什么疫情不疫情 死人不死人 上台前 特朗普最有名的一句口号是 你被炒鱿鱼了 上台后 他最有名的做法就变成了 老子我不干了 这次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美国做得很绝 考虑到一旦拜登上台 很可能将颠倒过去的事情再颠倒过来 特朗普政府官员宣布 两架执行侦查任务的OC-135B型飞机 已被定性为过渡防卫产品 因此将一较低价格被处理掉 飞机上的老式特殊相机将被处理给欧洲国家 至于原先准备安装的新型相机 给空军其他设备安装 也就是说 哪怕你拜登想重新加入 嘿嘿 一到十连执行任务的飞机都没有 说干就干 这就是特朗普的风格 管他什么洪水滔天 但在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美国总统你怎么能这样干 毕竟这不是你美国一个国家的国际条约 总共35个缔约国呢 俄罗斯没答应 法国 德国等多没答应 就你自顾自退权了 但这就是特朗普 与俄罗斯斗其乐无穷 与中国斗其乐无穷 与西方斗其乐也无穷 其他退权 说实话 最多损害的就是美国的形象和道德影响力 反正特朗普也不在乎形象 但中岛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 却真正关系道德是世界的战争与和平 因为很简单 美国退出之后 俄罗斯还可能会遵守吗 普京很生气 之前在中岛条约上他这样表示 我觉得俄美两国地位平等 如果有的国家不喜欢中岛条约 并且选择退出 例如我们的美国盟友 我们也将会立即采取措施 在这里我要强调 我们的回应将迅速且对等 如果我们的盟友退出了中岛条约 我们也将随后退出 一句话 美国退出 俄罗斯立刻退出 存在30多年的中岛条约 立刻就是废纸一张 那结果就是 美国肯定会大力发展中短程和中程导弹 俄罗斯也肯定不甘忍厚 美俄都这样卯足了劲 其他国家也不敢丝毫松懈 一场激烈而危险的军备竞赛 就此拉开序幕 对欧洲来说 就是最恐怖的结果 俄罗斯如果大力发展中短程和中程导弹 打不到美国 但却可以倾泻在欧洲大地 要知道当年美国苏联就是害怕这种导弹太多 预警时间太短 一个错误判断就会爆发毁灭性战争 这才有了中岛条约 但现在 更先进的导弹将被大量生产部署 这真是开了一个地狱之门 至于开放天空条约 其实是相关配套的 更多的是增强互信 现在美国死毁了 互信还存在吗 这一次普京也很愤怒 俄罗斯外交部11月22日发表声明说 华盛顿做出了举动 欧洲的安全 美国的安全 以及美国的盟国都没有为此受益 现在西方很多人都在想俄罗斯会有什么反应 答案很简单 我们已经反复强调 一项选择对我们都是开放的 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了 俄外长拉夫罗夫本约初就明确要求 要俄罗斯留在该条约也可以 签署该条约的北约其他国家 必须书面保证 不与美国分享搜集到的任何数据 而且美军在欧洲的基地 不能被排除在俄空中侦查的范围 也就是说没有美国我们照样可以赚 但是你们不能跟美国分享数据 美军欧洲基地我仍然要侦查 一句话 你们这群小弟不能再跟这样的老大混了 形势很复杂 斗争很激烈 俄罗斯很生气 欧洲也很头疼 小弟们面面相觑 见过耍流氓的 还没见过这么耍流氓的 老大风格彻底真变了 有情不认 小弟真当不下去了 最后几点粗钱的看法 第一 特朗普应该已完成了搞乱西方 搞乱世纪的任务 过去四年 故事一箩筐 在电话里 和墨西哥总统说翻脸就马上翻脸 话不投机 他就顺手摔了澳大利亚总理的电话 虽然默克尔是女士 默克尔伸手过来 他愣是装作没看见 更别提多少次 将特鲁多和马克龙 骂得狗血喷头 最近的G20峰会 其他领导人都在聚心会审 商量国际大事 就特朗普低头发推特 转身去打高尔夫 也难怪 默克尔那次为什么要默默放出那张 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照片了 第二 来了个混不吝的特朗普 美国的道德权威瓦解了 当年特朗普上台时 有这样一个段子流传 卡斯特洛是世界上 遭遇暗杀次数最多的人 据古巴安全部门统计 被计划暗杀达638次之多 据各国领袖之首 杀不死的卡斯特洛曾这样说 在美国毁灭前 我是不会死的 2016年11月8日 美国特工告诉卡斯特洛 我们现在选出了新总统 特朗普 卡斯特洛说 那好吧 几天后 熬走了11个美国总统的卡斯特洛 终于去世了 享年90岁 这当然是段子 但特朗普这么搞 简直把美国搞成了世界公敌 美国以后还怎么领导世界 也难怪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 那么老实的一个人 都发急痛骂 特朗普是一个白痴 当然最后的结果 蒂勒森刚从非洲回来 正当时差呢 就在推特上看到 特朗普已经炒了自己的鱿鱼 解体蒂勒森的蓬佩奥 应该深刻吸取了蒂勒森的教训 做起事来比特朗普还特朗普 特朗普果然很高兴 最近还猛夸 他是西电军校的高材生 但在军事问题上冒险 那可真是要打仗的 来了19年都没有打败的塔利班 美国难道真的要跟俄罗斯打仗 特朗普葫芦里的药 欧洲小兄弟都看不懂 第三 百年未知有大变局 中国必须小心了 一言不合就退群 一不高兴就制裁 这个世界确实变了 美国已经不是那个美国 用网友的话说 在美国那里 现在绝不仅仅是美国优先的问题 而是追求永久的霸权 制霸权 所以有可能对霸权有妨碍的 构成挑战的 无论是其他大国的复兴 还是昔日自己主导 确立的国际规则 国际协议 甚至昔日的盟友都必须铲除 所以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退群 特朗普希望彻底打破这个旧秩序 希望建立一个 美国为所欲为的新秩序 但这种类似打砸墙的过程 意味着国际秩序的完全崩溃 以中道条约 开放天空条约备废为例 世界肯定不会是更和平了 更多武器的后果 更缺乏互信的后果 必然意味着更多的对抗乃至战争 这个世界有些人 总是不怕洪水滔天的 这就更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假设一下 如果某一天各方感觉到危险 谈判再签署类似的条约 但有了美国一再撕毁国际协议的教训 人们还敢相信美国吗 谁又能保证 美国不再耍流氓 撕毁新的协议吗 对中国来说 有一点也是要小心了 美国盯上了俄罗斯 也盯上了中国 难怪已经到现在这个时候 美国当局还要从各种角度来对付中国 各种抹黑妖魔化 但这个世界人在做天在看 哦忘了说一件事了 记得就是前年吧 WHO曾宣布 游戏网瘾也是种精神疾病 当时就替WTO掩掩不安 你这不是说特兰普吧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特朗普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就是发推特 多的时候一天一百多条 比我们所有新媒体编辑都敬业 就刚刚的G20分会 前面说了 其他领导人在认真发表演讲 只有他在低头发各种推特 之前还调侃说 WHO你也消停点吧 别惹火了特朗普 他哪一天连你也退了 哎很不幸果然说中了 我现在都被听说